我幫你點湯 是不是 我幫你點湯 而且他沒有育針 他都是現點現針 我真的很好吃 是育針跟板湯 他湯算濃郁喔 所以他濃的小麵包包 他裡面的餡料非常好味 他的肉嫩到 你已經跟皮混在一起了 然後那個鮮肉的味道 那個湯汁的味道 然後在嘴巴裡面這個 醃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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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嘴巴裡面整個展開 充滿著小麵包的味道 哈囉 大家好 又是我 這個地方我們也說要拍一陣子 但遲遲沒有來 我們今天終於來了 欸 非常明顯 我們在哪裡 後面大大寫著 玉井 我超想要拍玉井美食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騎重機的時候 玉井是一定會經過的地方 我每一次經過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想要吃玉井的東西 好想要吃玉井的東西 這一集各位重機騎士 拜託你們 記起來 因為如果你們要環島 或是要去坪東恆春的話 一定會經過這裡 那經過這裡的時候 就停下來 吃一下這幾家好不好 好 包你滿意 好 那我們第一間要吃什麼 第一間呢帶你去吃 台南京醇 少數幾間的豬肺粿 你有吃過嗎 沒有欸 那什麼 就是用豬肺 然後裡面灌那個米漿這樣 連聽都沒有聽過欸 真的假的 你這樣講我會很期待 因為京醇這兩個字 就跟限量兩個字一樣 讓人家無法看不去 我們今天點的是炒米粉 炒米粉 它是魚羹 魚羹 然後這是 豬肺粿 跟熟肉 然後這個是你只要點炒米粉 就會附的豬血湯 然後老闆剛才特地幫我們用的那個 專門上豬肺粿的醬 就是有油膏 有芥末 還有點蒜的 這家店最可愛的地方是 因為它就是像一個小吃店 比如說你走進來的時候 你真的會忍不住說 老闆我要滷肉飯跟燙青菜 但沒有 它就是非常純粹在賣 豬肺粿跟豬血 還有炒麵炒米粉 老闆就還特別就寫 不好意思喔 本店沒有賣 肉粥麥跟燙青菜 它這樣看起來超到那種 什麼米糕類類的道具 很像甜米糕 這老闆調的醬汁 這樣 它真的沒有味道欸 它是那種 你要說有味道 你咀嚼到後面 感覺有那種 熬大骨湯的那種 湯頭的那種味道 很酸很淡在裡面 它本身吃起來很像挖鬼 這個醬真的就像你說調的很好 因為你沾的時候呢 它把豬肺粿的那個感覺 提升出來 還有一點甜味 對 你要用醬油膏 對 醬油膏 還有一點點 一點點那個芥末 微微微那個槍 一點點那個蒜 感覺就是 有點把豬肺粿升華 這好奇妙喔 我人生沒有吃過這種東西 這是點心啦 你要再吃它的魚羹很特別 真的很好吃欸 它的魚羹是 有我們一般知道的魚羹 然後再加上炸的 你說這個魚羹嗎 對 兩種不同的口感 它的羹也是大羹 很大羹 大羹 聽起來怎麼很像大羹 它魚的鹹味很不鮮喔 對 吃到最後你有一種 感覺在吃魚肉的那種味道 沒錯 它裡面還有鮑魚肉 你在吃炸魚 炸的很特別 台南應該只剩他們做這個而已 因為 其實是把整個 有肉 然後外面 用粉末 然後炸的酥酥的之後 然後泡到糖一邊 等於那個酥酥酥的 變得有點軟爛軟爛 對 然後跟它吸飽那個 甜甜的 很燙的醬汁 它這個麵糰變得有點像那種 油條拌的的角色 對 它很像老油條 泡到那個麻辣鍋裡面 到最後是它厚的老油條 沒錯 然後但是你看裡面 現在包裹這麼大的整料魚肉 而且它超大一碗 它不是一碗只有一塊 對啊 它只有兩大塊 它是三十元 不是很划算的 這家店 我覺得它 它是代表傳統 台南特色的一家店 真的 還包有那種 古早的 不管是豬肥 然後不管是魚羹 我覺得它包的台南 非常有特色的料 所以它來預計 一定要來預計 下一家呢 就在 豬血店的 鎮肉店 不用移動 不用移動 直接一起吃就對了 阿你很想吃霸奢餅 有沒有 在這邊點 這家店 也可以吃霸奢餅 豬血店沒有霸奢餅 所以這家我們主要是煮巴送餅 沒有沒有 看我 這間有推特還是小籠包 這家小籠包 超好吃 我心目中在台南的天花板 又是天花板 好吃啊 你在我們頻道講天花板的信譽篇 以下的人都會嗆說 你太多天花板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它沒有育蒸 它就是現點現煮 吃很好吃 育蒸跟板湯 吃好 它湯算濃郁喔 所以你它濃的小籠包 它裡面的餡料非常好味 它的肉呢 嫩到 它已經跟皮混在一起了 然後那個鮮肉的味道 它那個湯汁的味道 然後在嘴巴裡面這個 它醃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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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 然後它 這嘴巴裡面真的展開 充滿著小籠包的味道 如果你平常口味吃的 比較清淡跟我一樣的話 你不要斬腳 因為我覺得它整小籠包的口味 其實蠻夠味的 喔 真的很嫩 大家有吃到真正涼的涼麵 它不是麵體本身厲害 它是它的老闆娘 它滋滋辣椒很強 辣椒 這個是辣鳳梨耶 有非常多的辣椒 隨便你加 然後我們的涼麵來了 而且我們涼麵 你知道從鏡頭裡面看 超像剉餅 這一區很像那個黑糖剉餅 我是加辣鳳梨跟素酸菜 要不然你之前來是加辣椒 那時候是草莓 草莓醬 喔 所以老闆會遇到季節做辣椒 對 天啊 如果再晚一點它就有芒果 那這個是什麼 他們的醬料 他們要堅持是用這種 碎冰冰花的一個醬料 這是碎冰喔 對 它就是它的醬料拿去 冰到有點半動狀態 這涼麵呢 是屬於還有 還有麵心的 比較硬一點的涼麵 然後它給的麻醬 沒有到給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那個量呢 就是剛剛好 讓你每一個麵條 都還可以沾得到 它的鳳梨就是 鳳梨的甜有 可是那個辣感有在 可是那個辣感不會讓你 就是一點點嗆辣 一點點的那個嗆辣 可是卻帶有一點點甜喔 那甜辣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像那種 又甜 又辣 又純 又浴 就是它吃起來有點像 辣蘿蔔的感覺 它有酸度 然後又有辣度 鳳梨的辣呢 稍微微微一點點 後勁比較強 可是這個辣是 它來的很直接 然後後勁縮得很快 你一定要拼那個鳳梨 有喔 鳳梨 它是微微的在你舌尖 隱隱作痛那種刺激感 然後最後還要喝到鳳梨的甜味 真的 出軟過 水果辣好 那鳳梨好像 好好好 很好吃耶 這如果到時候芒果出來 你們有吃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跟我們知道 聽到粉絲 我剛剛大推他們的辣鳳梨辣醬 真的耶 適合這種天氣吃 對 你不覺得 不過我覺得它吃起來 真的很清爽 很清爽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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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